不要跟他抗拒 反正有辛苦就要打拼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過去都做一個拼了 打拼就說打拼趕快參會 打拼趕快思維無償 打拼趕快贏阿彌陀佛 黨員眾生都不要打拼了 這個打拼變成你的作員 這個困境變成 讓你去了解自己 敲碗自己 所以各位不要去有幻想 所以第四 在幻覺所在的地方 認知幻覺就可以發現真理 這句話很重要 當然有一個不正確的生活 叫做無名 貪心痴 你以為那是快樂 那是痛苦 那是貴 你很愛拜佛 很怕貴 佛本體也是空性 貴本體也是空性 但是你喜歡看佛 不喜歡看鬼 親民這我們親家 你怎麼問到我們老伯 我們老伯辛苦很艱苦 省人錢 我們老伯是怎樣 你不是說他去教世界 那不是你老伯 帝總經有說到 這個掃墓節啊 這重要的日子 你的雷脚的北部做生 你不要怕 也不是說那我爸爸下地獄 爸爸下地獄 多少眾生在地獄 你只要知道有地獄 我們就每天努力就對了 然後他化作這個幻化的東西來切衣 那你就對他慈悲 這樣就好了 所以各位呢 發生什麼事情 你給他看清楚 所以我們小時候過火車道 老師都會叫我們停聽看 你們說我給衝進 我給弄就回家了 就是說不管什麼樣的現象 感受來了 冷靜冷靜判斷這樣啊 所以有時候有人要幫你抬 你要想說聽一下 我如果那些雷脚要向抬 你也不好 我如果沒有那些雷脚要向抬 那我不用怕 這叫做冷靜 所以你真的會很主宰 但是你如果沒有這個很主宰 這種的地負的關照 還會要擁有習慣 所以各位你常常要閃受啊 不可能我們特別北冠材 都這麼多人啊 你見面的六載日 這今天是你的修行日 你今天要進入阿羅漢的生活 進入菩薩的心啊 你就好好的去思維佛法 看佛經也好 拜訓也好 各種方法 讓你進入修行的心態 然後你就會看清楚真相 你老你就不會那麼煩惱 不然你一世人 為了那件事在煩惱 為了年輕人在幫忙在艱苦 所以我常常都聽到這個 師父這樣講講講開始考 我說什麼事 我想也知道他們安無外遇 多久了二十年了呢 你還放在心上 他對不起我 他出軌 他現在又沒出軌 這就是因為他出軌 他現在才會對你好笨 但是他這個出軌是你的問題呢 你價錢也一樣 你也沒消業障 但是你不要覺得這個東西是怎麼痛苦 因為你已經懂佛法了 你懂佛法了 你的希望是在極樂世界 你也是在來世 是在當下 你不要一直排斥這個東西 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分析自己 到底現在是什麼念頭 佛池生命電視台 就有如在護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寶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電視台 所聽到的叫法 運用在您的內心裡面 達到無我的空性 達到慈悲利益眾生 更要隨時收看 隨時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三寶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民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防疫醫師林詠卿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清明節掃墓 部分縣市沒有開放路塔祭拜 也不提供掃墓專車 為降低群聚感染的風險 建議可善用內政部 與部分縣市提供的線上祭祖服務 科技掃墓心意不減 此外 可安排少數親友代表祭祀 並透過直播視訊 讓家庭成員可以同步表達孝心 如果需要親自祭祖 請注意以下幾點 1.避開清明節當天人潮或延後 掃墓行程 2.與他能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3.勤洗手維持手部清潔 4.配合工作人員量體溫 如果有發燒、咳嗽等呼吸道症狀者 請在家休息 不要出門掃墓 聖中作業也要團結防疫 缺你不可 互助互愛 共存共榮 在一個小山村裡 種植了許多的柿子樹 有些喜鹊便在柿子樹上築巢 這個村子種的柿子又大又甜 因此每年柿子成熟時都會有許多水果商前來收購 不只人們喜歡吃這裡的柿子 連喜鹊也對這些黃澄澄的柿子情有如舟 他們經常會將一些熟透的柿子灼下吃掉 這時候村長正帶著收購柿子的水果商來樹林裡挑選柿子 兩位老闆 你們看 這些柿子樹每棵都結滿了果實 而且各個圓潤飽滿 嗯 你們這裡的柿子真的很不錯呀 那當然啦 這附近就屬我們村裡的柿子最好吃了 咦 地上怎麼會有這麼多的爛柿子 是啊 那些柿子怎麼會掉到地上呢 你們說地上的柿子啊 那些柿子都是成熟後被喜鹊啄下來吃掉的 被喜鹊吃掉的 是啊 喜鹊也非常喜歡吃這裡的柿子 他們專挑熟透的柿子 然後啄下來 讓它掉到地上 你們看 那裡剛好有幾隻喜鹊在吃柿子呢 哦 那些喜鹊真可惡 專挑成熟的柿子吃 難道你們沒想辦法去對付這些喜鹊嗎 他們這麼糟蹋柿子 你們會損失不少呢 嘿嘿嘿 他們能吃多少啊 就讓他們吃吧 這村裡的人真淳破啊 要是我的柿子裡裡有這些可惡的喜鹊 我早就派人張網捕鳥了 商人們對村子裡的柿子非常滿意 有些柿子非常漂亮 我們全買了 真的嗎 我們村的柿子你們全包了 是的 你找人把樹上的柿子都摘下來吧 明天我們會開車來載 你們放心好了 我馬上安排人去摘柿子 商人們走後 村長便安排村民去柿子林裡摘柿子 大家加油啊 明天那些老闆就要來載柿子了 放心吧 村長 這些柿子填黑錢就能全部摘完的 可不能全部摘下來呀 還要留一些在樹上的 對對 別都摘光了 還要留一些柿子給我們的老鄰居呢 哈哈哈哈 我會的 第二天一早 商人們開著貨車來村子裡載柿子 各位老闆 柿子已經摘下來了 全部都在這裡 哎 村長啊 我看這些並不是全部的柿子吧 是啊 我們把摘下來的柿子全都搬過來了 就這些啊 你看 樹上還有一些柿子 你們為什麼沒有全部摘下來呢 我們不是說了 要包下你們所有的柿子嗎 哦 你們是說那些柿子呀 那些柿子不能摘下來 它們是要留給喜鹊的 哦 留給喜鹊 我沒聽錯吧 你是說 你們留一部分柿子在樹上給喜鹊 是啊 我們每年都這樣做 這是我們村裡的規矩 每年秋天 柿子收成時 都會留一些給喜鹊 作為它們過冬的食物 呃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呀 是啊 你們這樣做 可是會少賺很多錢的 沒關係的 其實人類和動物都是相互依存的 我們幫助了它們 它們也會在無形中幫助我們 你的意思是 這些喜鹊幫助過你們 是啊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啦 面對商人們的疑惑 村長講起了事情的緣由 那一年 我們村裡的柿子大豐收 但是來收購柿子的商人非常多 所以便有些供不應求啦 李老闆 今年您慢了一步 我們的柿子都賣光啦 可是 樹上不是還有一些嗎 你看 那些柿子都已經成熟了 就賣給我吧 那可不行 依照村子裡的規矩 那些柿子是要留給喜鹊的 什麼 留給喜鹊 是啊 那是從老一輩就定下的規矩 柿子樹上的柿子是不能全摘下來的 一定要留一些給喜鹊 呵呵 這種老規矩根本就是浪費資源嘛 這樣吧 我願意出雙倍的價錢買下這些柿子 啊 雙倍的價錢 這 好吧 我們為了眼前的利益 便將那些留給喜鹊過冬的柿子賣給了它 結果那年的冬天下了很大的雪 幾百隻找不到食物的喜鹊 計二連三全都冬死了 王叔叔 這是怎麼回事啊 怎麼會有那麼多喜鹊死掉呢 唉 他們是餓死的 你把樹上的柿子全部賣掉了 他們找不到食物 就活活 餓死了 啊 怎麼會這樣 都是我的錯 隔年的春天 柿子樹重新長出綠芽 開花結果 但就在此時 一種不知名的毛毛蟲 突然泛濫成災 柿子剛長到支架般大小 就都被毛蟲吃光了 那年的秋天 果園裡沒有半顆柿子可以收成 我們不應該將留給喜鹊的柿子賣掉 如果有喜鹊在 就不會發生蟲害了 是啊 人和動物都是互相依存的 我們給予他們幫助 他們也會幫助我們的 這次我們因為貪心而受到了懲罰 以後可不能再犯相同的錯誤了 是啊 以後柿子收成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為喜鹊留下足夠過冬的食物 從那之後 我們每年一定會留些柿子給喜鹊 留在樹上的柿子 吸引了很多喜鹊來這裡過冬 喜鹊仿佛也會感恩 春天的時候 整天忙著捕捉果樹上的害蟲 進而確保了這一年柿子的豐收 嗯 互相依存 互相幫助 我想這就是 人與動物的相處之道吧 嗯 是啊 啊